好,谢谢您,张先生。 刚才谈到了为什么会遣到第三国,送到第三国,因为美国国内他有这个争议,说不愿意把他们送回到美国是因为怕这些人对美国的安全还是构成威胁。 那么送到第三国难道就不为第三国去着想吗?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首先从说这些人的这个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是东突的这个成员。 第二点说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他们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并不构成任何的威胁。 所以呢,他们如果住在我家隔壁,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对美国来好,或者是也好,或者对其他国家来好,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 那么这个,那么现在美国也问过他们说,他们对美国或者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这些人自己也说他们并不构成威胁。 而且通过美国军方的这些分析呢,他们得到的结果也是说,这些大部分的这些人呢,并没有构成威胁。 那么现在目前为什么美国不接受他们,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那好的,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北京的网民,丰先生,北京的丰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董事长,您好。 我想刚才听了这个克拉克律师讲的一些话呢,我有个感觉,好像是美国抓错人了。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比较难处理,他们的归族比较难处理。 我有个建议,我不知道克拉克律师是否同意。 既然他们是从巴基坦抓到的吧,好像是,那能不能就还给他送回到巴基坦里呢? 他们,你们既然从那儿把他抓来了,那再给他送回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玩了。 他们,至于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比如重新回到这个塔利班也好,或者是那个拉登那儿也好,这是他们的自由。 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愿意再到其他地方的话,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也是他们的自由,这是人权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克拉克先生怎么看这问题,因为我知道的话,过去国共打仗的时候,共产党抓了国民党的俘虏的话,一般都是教育教育,发路费就让他们走了。 至于他是回家了,还是从一就回到国民党部队,共产党并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美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好的,好,谢谢您,冯先生。 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论点,因为在这里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呢,在这个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呢,有很多的协议,有很多的条约。 所以美国呢,不能就随随便便就把这些人呢,飞到这个巴基斯坦,就扔下那儿就算了。 但我们一定要让巴基斯坦同意,巴基斯坦一定要说,可以,可以把他送回来。 我的理解是美国好像试过了,美国跟一百多个国家呢,都谈过了,和这些人的这个问题,下落的,去处的问题,好像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方案。 这并不是说美国没事的做,他试过了,试过这些不同的做法。 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呢,和中国的关系呢,也是很密切的。 那么巴基斯坦是不是愿意会来这个,来这个,冒这个险呢,来这个,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我不知道。 如果为这些人找到了第三国,作为他们的居住地,中国还有没有权利,有没有法律依据,要求第三国再把他们归还给中国? 如果是这个,根据酷刑,反对酷刑的公约来讲,他们是不可以这么做。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呢,如果他们不保证说,不会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呢,美国也不会把这些人给他们。 那么你知道,这17人当中呢,后来呢,有两个人还去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政府呢,就是跟我们达成协议说,永远不会把他们呢,遣返给中国。 当时呢,他们是向美国做了保证呢,说他们不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的确他们也没有把他们遣返回中国。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如果从关台纳摩到了第三国,那个第三国是不会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的。 好,继续邀请听众来参加节目,湖南的电视观众王先生,湖南的王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克拉克先生,您这个美国法院决定不起受,是不是因为所谓律师或法院的双方这个博弈的结果。 那么您认为这两个,这个威吾尔承认无罪,法院不起受,他也是认为是无罪,可以追究,那么那就意味着是行政当局交出人了。 根据中国和世界通信的发言,即使是抓错了人,那么那么多个行政就应该是国家赔偿。 那么美国是不是也仍然对维吾尔承认进行国家赔偿呢? 但是你们的假质观呢,我们在现在中国正在学习你们的西方的法律司法事件呢,请回答,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 我觉得美国的确是抓错人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能够被,是说被要求说, 一定要向他们提供赔偿,这个问题是很复杂,也许呢,要让这些人能够得到经济赔偿,从美国得到经济赔偿,也许是非常困难的。 但他的确是,不应该被关押而被关押了,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要让听众了解呢,就是说, 美国用的是这种所谓的战争的这种法律的这种概念呢,用在这些人囚犯身上。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敌方的这种作战人员,我们是能够把你抓起来,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战争还没结束的话呢,我就能够关着你, 然后呢,不一定要是给你指控你,或者是让你审判。 但这些人呢,他们从来没有说要与美国作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 好的,继续接电话,来自河北的网络观众,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能听见吗? 能听到,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个问题,就是现在在这个整个世界舆论上,对于这个关他们,那么这几个中国穆斯林, 有没有说他们是这个跟基地组织有关系啊,或者是跟恐怖啊,跟新疆独立啊,跟东突跟这有关系的这个说法有没有? 这是一个,我想问嘉宾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不同意,头两个电话说美国是最虚伪,最邪恶的,这人是太愚昧无知了。 远了不用说,就从二战说吧,就从二战说,马歇尔帮助自由世界,帮助西德解围,抗日的时候帮助中国人抗日。 最虚伪,最毒辣,最邪恶的就是毛泽东,其次是希特勒。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观点。 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做一下回应,好吗? 是,当然可以。 我想谈到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这个关系,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证据,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也好,或者是任何围族囚犯也好,好像都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支持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的。 那么谈到这个东突呢,我再说一点,我的当事人呢,是不和他们有联系的,并不是他们的成员。 关于这个东突是不是和基地或者是塔利班有关系呢,这个我不是专家,我也不知道。 那么谈到刚才讲到的美国是不是虚伪的问题,我觉得呢,美国有的时候是会是虚伪的,当然并不是我们感到很自豪的这种时刻。 当然我自己我很爱国,但是呢,关谈啊,摩文弯也好,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战争啊,谈到就是说对于这些囚犯没有对指控就关押他们,这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这么做。 中国外交部在谈到要求美国遣返这17名中国维族人的时候呢,提到了说,中国掌握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人在阿富汗的激进组织的训练营曾经受过训练。 而且您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谈到,他们被抓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巴基斯坦,被巴基斯坦当局抓获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说可以判定,他们曾经或者是在阿富汗境内,或者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曾经作为战斗人员,作为这种激进组织的战斗人员做过战? 是不是有可能呢?当然是有可能,但是有没有证据呢?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他们拿起过武器或者开过枪等等,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说他们是战斗人员,参加过战斗。 那么谈到训练营的话呢,这个东西呢要,有些东西呢是保密的,我现在没有办法谈,这个训练营呢它的这个这一点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说这些人受过任何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这种训练,也就是说没有被训练去屠杀无辜的平民等等,这样没有任何的证据。 所以如果中国人有这样的证据的话呢,我是会感到很吃惊的。 刚才那位听众也问到了有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人曾经参加过有关这种东突。